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她一面之缘 她何必要来看望我 这么个生病又是宠的嫔妃 你且去毁掉她吧 喳 福晋怎么来了 近日原是去给太后请安的 又去拜见了皇后娘娘 坐吧 不想听说娘娘身子不适 所以特地前来拜访 叫福晋见笑了 病中本不该见人的 不想福晋却来了 真是失忆了 不想才三四个月的时间 娘娘就多谢福晋关心 啊 妾身这次前来拜访 特地带来一和人参 希望娘娘可以收下 不养身体 多谢福晋美意 嗯 妾身知道王爷脾气向来不好 若有得罪娘娘的地方 要是娘娘心里有忌讳 但凡扔了也无妨 怎么会 福晋多心了 今日不适奉旨而来 不敢久留 他日妾身再来拜访娘娘 希望娘娘安要好身子 锦西送一送福晋 是 小竹 小竹 这身 要扔了吗 他父亲虽于我们不睦 但这人身也是他一番美意 你且送去给温太医 看看太医院用不用得到 是 我病了这么些日子 不想去还是他还肯来看我 人情冷暖 向来如此 所幸 惠贵人和靖妃娘娘 不还是在关心这小竹吗 这些垂腿的功夫 叫下人做便是了 臣妾喜欢做这些事 能让皇上舒坦些 臣妾心里高兴 入则无法家必逝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横亡 然后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夫子的话真是好 富贵安逸动人心智 我心长胆方徒大业 居安四位未雨绸缪 古来先君莫不如此啊 你说是不是 是 皇上说了这样许多 喝口水 喝口水 润一润吧 若是婉嫔在 便利于朕 谈说许多 姐姐博学多才 谈论古今 最能适宜 朕听说她入秋变病了 你可去看过 怎么样 姐姐的病说到底是新病 皇上若去看看她 怕是姐姐的病就好了 不是朕不想去看她 浸香情更确 朕是不敢 她的伤怎么样 已经好多了 也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嗯 那就好 女子容色最重要 皇上 臣妾有一事 想请皇上做主 起来说 是 姐姐失子之后 心中困苦难当 机遇成疾 皇上若不能去见姐姐 让姐姐见一见家人也好 也好倾诉心中困苦 以求发现 她失子之痛 有家人陪伴安慰是好 只是她心中 怨恨朕与年妃 若向家人倾诉 痛上加痛 耿耿于怀 与她养病也是不利的 皇上思虑周全 臣妾不急 你与她是姐妹 被她着想也是对的 皇上方才说 人横过 然后能改 臣妾懂得这一句 臣妾在皇上面前 屡屡有不足之处 臣妾已经改正 只盼着 皇上能动心 你知道这话 婉嫔这样聪明 却不明白 姐姐不明白不要紧 只要姐姐肯紧记一样 知道皇上是天子 皇上永远是对的就是了 你晚上别回去了 留下来陪朕吧 皇上忘了 您约了十七爷进宫 要一起去看董其昌的字帖 十七爷已经来了 左右他也是闲着 让他在宁慧堂住几日 朕过两天再见他 你身上穿的这个衣裳 是孰锦裁的 嗯 皇上又忘了 您上回 赏了臣妾一批孰锦 让内务府 赶着为臣妾做了新衣 孰锦 你穿着很好看 回头内务府有多少 朕都赏你 多谢皇上 小主病的这几日里 咱们遂玉轩 可真是门可罗雀呀 日久见人心 现在才知道 那些曾经和咱们走得近的人 无非都是利用小主的恩宠罢了 皇上现在少来后宫 要去也只是去皇后和颜禧宫那里 且不说利用两个字难听 要是没有利用价值 那才是穷途末路呢 你这话够难听 倒是也不差 在这宫里 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 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 暗于被利用 才能利用别人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还是得想想办法 如今安贵人却能见皇上 可他是指望不上的 苏培生又是个奴才 也递不上话 咱们还是得找一个 既能说得上话 又是咱们能见的人 来好好劝劝小主 我听说 石七爷现在住在宫里 那有什么用 石七爷怎么是咱们能见的呀 姐姐来了大半日了 为何总是这样看着我 我只是在想 若你真正对皇上灰心该是什么样子 姐姐以为 我对皇上还没有灰心吗 你以为呢 若你真对皇上死心 又怎会缠绵在病中而不能自拔 与其如此 皇上不来看你 你倒也可以去找他 省得这里冷清的和冷宫一样 皇上愿意来总会来 他若不来 我强求又是何必 你和我不一样 我与皇上的勤奋本来就浅 他将我尽足不闻不问 我便更可以知道他的良薄和不可依靠 即便像现在他对我可有可无 我也不十分在意 可是你却不同啊 因为我对皇上的心意 比你更多吗 你若对皇上真无心意 便会如今日的我 根本不会为他的事 为他的话而伤心 其实 你也知道 皇上对你并非了无心意啊 怎么说凌蓉 都曾与我们交好 纵使她言行举止不易 难道真要我 去与她争处 论长短 何况皇上 终究喜欢凌蓉更多一些 你得宠时帮过凌蓉争宠 凌蓉得宠时帮过你吗 她若帮你 你又何须争宠 她若不帮你 你可是准备这样失宠至终 更何况皇上 不过是今儿喜欢你多一些 明儿喜欢她多一些 从无定性 我们这些女人要争的 不就是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喜欢吗 你若真对皇上死心 就不会浪费时间在这儿伤心了 姐姐 我很傻是不是 但是 竟然期待在这故中 有一丝纯粹的感情 和温情 并且期待的是 最不该期待的人 皇儿 这宫里伤心的人已经太多了 不要再多你一个 我知道 好了 我要去向太后请安 明儿再来看你 姐姐最近 常去向太后请安吗 我身子好了以后 心里待皇上大不如前 如今凌蓉专宠 后宫也难见皇上 我总得寻个依靠啊 太后一定喜欢姐姐 太后病着 我左右无视 多去陪陪太后也好 我也先走吧 有劳姑姑辛苦了 让我来喂吧 你一来他们就轻松多了 剩下多少差事 臣妾难得来陪伴太后 您就让臣妾多尽紧孝心吧 你还难得 你日日来哀家跟前 太后要是嫌臣妾愚钝 那臣妾可就不敢来了 你这孩子 性子温和又细心 哀家喜欢你来 太后不嫌弃臣妾就好了 来 仔细烫着 哀家是喜欢你 所以才提醒你 有空啊 多陪陪皇帝 复查贵人和婉嫔的孩子 都没了 皇帝心里难过 最要人陪着 其实臣妾倒想着 解铃还需细铃人 皇上伤心是因为婉萍是了孩子 若是婉萍能实时陪着皇上 那就好了 如果两个人有解不开的心结 凑在一块反而会更僵 这件事啊 只有两个人中的一个 想明白了 先走出那一步才行 是 是 小主 今夜月色倒好 不如取来长相思 弹一曲吧 对月弹琴也算是风雅之事 只是长相思催心肝 还不如不弹 小主过去 可是最喜欢弹李白的长相思啊 此刻我就算喜欢 也不敢自己弹了 小主不谈 却有谁 在用笛子吹手 在用笛子吹手